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有这样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雍正继位之后的第一次御前大会 雍正为何宁愿重用死对头老八允四 也不重用两次主动向他示好的老三允止 是因为老三表态得太早 这才被雍正看清 还是因为老三过于热爱文学 以至于在雍正的眼中 他没有丝毫的利用价值 其实都不是 这篇文章要聊的 就是隐藏在这件事情背后的真实隐情 半雍立之功 雍正继位当晚 可谓是惊心动魄 写向还生 也是在那一晚 老三允止第一次主动向雍正示好投赏 那天 预赶到大县将至的康熙 命九门提督龙科多 将所有在京的皇子护送到畅春园 此举既是为了亲口宣布继承人选 也是为了提防老八允四图谋不轨 而在此之前 康熙已经成功震慑龙科多 以确保其能如实宣读一照 可即便康熙做了万全的准备 但过程中依旧出现了差距 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的康熙 当众宣布完船位给死阿哥 就咽气了 见此 早已做好兵型险着的老八 当即挽起了颠倒黑白 拒不承认大卫传给了老四印针 老八率先开团 老九 老十自然紧跟其后 于是场面一顿陷入混乱 期间 张廷玉出言劝阻 并按计划 让龙科多去乾清宫的正大光明贬后 取一照 简康熙留了一照 顿感不妙的老八 立刻将矛头指向了张廷玉 指责其居心叵测 越权谋证 而收到老八信号的老九 再次配合起老八 一边质疑遗诏的存在 一边四季离开 准备去丰台大营调兵 趁龙科多回来之前 用武力扭转局面 眼看着老九要离开 被张廷玉安排到偏殿避祸的雍正 赶忙出言赫止 命令土里琛与德棱泰守住门口 见此 混不拎的老实不干了 叫嚣道 谁敢呢 谁敢来拿我呀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 场面即将失控之际 夺回丰台大营兵权的 老十三允祥及时出现 稳定住了局面 与此同时 龙科多也带着遗诏赶了回来 老十三的出现 让老四印针那颗悬着的心落地了 在龙科多宣读完遗诏之后 老四顺势发表了一番获奖改言 阿玛 阿玛 您在位六十一年吃尽了苦受尽了泪 如今把这副重担交给了儿臣 叫儿臣如何担待得起啊 按流程 下一步就是朝拜新军了 作为康熙留给雍正的公骨之臣 张庭玉第一个改口 称老四印针为皇上 将跪在地上听一照的老四扶了起来 然后说道 大卫一定 朝拜新军 说吧 张庭玉带领上书房的三位大臣 率先向雍正行礼 同管百官的上书房表态了 接下来该表态的就是在场的阿哥们了 然而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按理说 阿哥们中该第一个站出来表态的是老十三 毕竟老十三是老四战队的最强辅助 可老十三却出人意料的没有任何反应 以至于现场的气氛一瞬间凝制了 朝拜新军 意味着承认了雍正这个官方指定继承人的位置 此时一旦无人站出来响应 雍正不仅会难看 还很容易陷入被动 就在这时 当晚一只冷眼旁观 事态发展的老三云指站了出来 向雍正称称跪拜 陈印针参见皇上 随着老三的表态 除了八爷党外的其他阿哥 这才紧跟其后地向雍正跪拜 那么问题来了 老十三为何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 老十三如此 自然不是不支持雍正 也不是沉浸在康熙驾崩的悲伤中走了神 忘了表态 而是因为他不适合第一个站出来 之所以这么说 原因在于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 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八爷党俯首称臣 而老十三是众所周知的四爷党 他的表态对能否让八爷党低头一事 没有任何促进作用 也就是说 就算老十三站出来表态了 也不可能带动老八等人 同时 如果最先站出来的是老十三 反倒容易从侧面凸显 雍正不能服众 不受认可 只能靠自己人摇旗呐喊的窘境 这才是老十三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的原因 而相对于老十三 老三的表态对雍正的意义显然更大 且更有利 一来 老三不是雍正的自己人 老三这个第三方站出来表态 等于间接在帮雍正造势 造什么事 自然是众望所归之事 这是老十三无法做到的 二来 老大老二已经被圈禁了 如今活跃在外面的老三 算是名义上康熙的长子 而雍正继位得到了老三的承认与支持 其效果自然远胜其他皇子 更能证明雍正继位的正当合理性 三来 老三的表态 简洁化解了雍正的困境 还是那句话 如何让八野党 低头是雍正继位当晚最关键的一环 如果老八一直拒绝称臣 雍正又该如何收场 除了用强硬的手段逼迫其低头 基本别无他法 他总不可能求着老八低头吧 可一旦雍正用强 弊端就出来了 清泽背上打击报复兄弟相残的骂名 重则引发朝野动荡 甚至会被有心之人大作文章 质疑他继承人的合法性 不要忘了 外面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老十四呢 而老三的表态 为雍正创造了和平解决八野党问题的机会 要知道 龙科多之所以敢抬出列祖列宗来逼八野党低头 就是因为当时除了八野党之外 其他皇子阿哥都已经表态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老三云指在雍正继位仪式上的功劳 虽不及秦王护驾的老十三 但说他有半雍立之功绝对不为过 御前在表态 雍正正是称帝之后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 实时务的老三再一次当众向雍正表态示好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 雍正宣布了一项出人意料的人事调整决定 升任老八为总理王大臣 那天坐在龙椅上的雍正 没有表现出一丝胜利者的姿态 谦逊地做了一番开场白 今日我们只论兄弟不论君臣 圣祖人皇帝把大魏传给我 你们当中有人没有想到 这不奇怪 因为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雍正这段话有两个目的 其一为自己证明 皇位可不是我夺来的 是康熙老爹非要给我的 其二放低姿态 尽可能地降低竞争对手一方的抵触与反感 可显然混不拎的老十 并不打算给雍正面子 雍正的话刚说半截 老十就在下面放了一个响屁 对于老十的小把戏 雍正洋装没有听到 继续说道 很多人都认为当皇帝是见乐事 可据我看 这是天下第一号苦事 你们中有谁愿意做这个皇帝 今日当众说出来 我让位给他 朕的这些干戈肺腑之言 就是说上也有人不信 但朕的心天知道 说吧 雍正的目光扫向了站在下手的兄弟们 暂且不说雍正这话的水分有多大 话到此处 明显是需要有人揭察 有人配合的 而且雍正这话的目标很明确 是说给他的兄弟们听的 这就意味着 一旦诸位王爷无人站出来回应 就算身通圣意的张庭玉想救场 也没法救 雍正也就彻底尬在那里了 就在这时 在雍正继承当晚表现突出的老三云指 再一次站出来表态 皇上不达复心 坦诚相见 臣弟已感激无敌 皇上带有传令 臣弟肝脑徒弟 在所不辞 有了老三的配合 雍正这才顺势将话题继续下去 可能有人会问 就算老三不表态 不还有老十三吗 老十三自然可以表态 但还是那句话 其表态的效果与意义远不如其他人 这是御前会议 不仅有皇子阿哥 文武百官也在 而老十三作为老四的心腹 如果他率先表态 只会更加显然雍正不得人心 只能靠老十三这个自己人阵地高呼 同时 老十三在兄弟间的排名靠后 假之此时雍正还未给他加封 其说话的分量 自然不如老三这个长子加亲王 也就是说 老三的配合再一次化解了 雍正可能面临的窘境 维护了雍正的脸面与权威 就在雍正继续兄弟齐心的话题时 从一开始就不以为然的老实 又用连环辟打断了雍正的节奏 被雍正点名后 老十一脸无辜地说道 皇上苦口婆心的 若是听不进去 那还是个人吗 臣弟实在是憋不住了 较劲而不自在 求皇上恩准 臣弟要出宫 老十这招虽然不怎么高明 但确实有些难产 雍正计较 那就是雍正小心眼 雍正若是不计较 权威和面子都会有所受损 而看着岸上的借急用忍的四个字 雍正强行压下了怒火 准了老师要出宫的请求 随即又补充了一句 还有要方便的吗 此话一出 不仅化解了因老师胡闹 导致的颜面受损 还彰显了上位者的气度与人心 而这也是张婷玉听完雍正的话 一脸佩服地看向雍正的原因 随后 雍正直奔当天的会议主题 他缓步走到老爸的面前 一脸诚恳地对老爸说的 在咱们兄弟中间 你是有才的 朕的意思是 让你出任总理王大臣 与尚书房几个大臣 一起处理军国大事 怎么样 忘你不要推辞 雍正的这个决定 着实让老爸震惊 成者为王 败者贼 老爸怎么也没想到 雍正不仅没有打压他这个贼 反倒如此礼贷有加 甚至将总理王大臣的职位 都给了他 面对雍正的橄榄枝 老爸犹豫片刻之后 映下了差事 还十分给面子地 发表了一段旧质感言 为了列宗列宗的江山设计 臣弟亦不容辞 老爸之所以会接下这个差事 有些卧薪尝胆的意味 在他看来 有了总理王大臣的头衔 总比傅贤在家 更方便他笼络人心 巩固八野党的势力 同时身在上书房 能获得关于朝局和政令的第一手资料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根据情况伺激而动 打击雍正 那么问题来了 雍正为何要重用野心勃勃的老爸 难道就不怕老爸做大做强 更难掌控吗 不是雍正想用老爸 而是对他来说 现阶段用老爸力大于弊 其一 有利于稳定朝局 对于刚刚登基的雍正来说 求稳才是王道 如果他一上来就打压八野党 势必会遭到八野党的反扑 对朝局稳定不利 反之 他重用老爸 不仅可以避免朝局的动荡 为自己培植势力 争取必要的时间 还可以通过老爸 来间接控制八野党 让他们配合工作的开展 说白了 就是把一部分工作交给老爸 而为了不让雍正有追责发难的借口 老爸以及八野党 势必会乖乖完成工作 其二 更便于监视 老爸不可能轻易死心的这一点 雍正心知肚明 既如此 与其让老爸躲在暗处放冷剑 倒不如把老爸放在眼皮子底下 这样更便于监视老爸 与八野党的动向 同时 雍正还可以根据老爸 在某事件上的态度与反应 来判断分析其目的 其三 博盛明 朝野上下都知道 老爸与雍正是死对的 如今雍正登顶 不仅没有落井下石 打击八野党 反而重用了老爸 这样有利于雍正树立人均的形象 彰显人均气度 况且雍正都放低姿态 以德服人了 老八要是再起什么幺蛾子 那名声受损的就是老八了 这才是雍正重用死对头老八的真实原因 妥协与平衡的艺术 那么问题来了 重用老八并不影响雍正重用老三 而且老三两次表态示好 足以说明老三并不拒绝为雍正效力 为何雍正却不愿意启用老三呢 不是雍正看不起热爱文学的老三 也不是老三已经表态 不需要拉拢了 而是对雍正来说 重用老三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 让他更被动 之所以这么说 原因在于用了老三 雍正再无掌控清流的可能了 注意当时的朝局 雍正刚刚登基 还没来得及培养自己的势力 身边只有尚书房三位大臣以及老十三 朝野上下 八野党一家独大 勉强能与八野党抗衡的 就只剩清流一派了 而清流对老三有天然的亲近感 毕竟老三是所有皇宰中 最爱读书调文的那一个 清流中的很多人 都是老三的门人 包括后来的清流领袖礼服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雍正重用老三 让其参与正式 清流势必会瞬间向老三靠拢 老三自然而然的 就成了清流派的领袖 正常来说 雍正可以利用老三 以及清流来撤走八野党 可问题是 雍正了解老三的性格 过于圆滑 处处明智保身 不愿意惹麻烦 这一点 从科考舞弊案 老三不愿多管闲事 就能看出来 也就是说 就算雍正重用了老三 老三也不会为了雍正跟八野党争 更多的是保持中立 或是置身事外 而老三的态度 也就基本等于清流一派的态度 也为清流这个群体 对领袖的盲从很高 这样一来 雍正就更加孤立无援 事单力薄了 相反 雍正没有重用老三 就有了掌控利用清流的机会 他之所以重用孙嘉诚 礼服 都是为了间接掌控清流 让清流在关键时刻 与八野党争 而从铸造新币 沙诺敏 沙张亭路等事件来看 清流确实站在了雍正这边 破坏了八野党的算计 如果不是后续 雍正要推行官身一体 当差的新政 清流大概率会成为 攻击制衡八野党的主力军 这才是雍正不用老三的真实原因 因为一旦用了老三 他的处境只会更被动 更惨 除此之外 雍正其实也没有更适合的位置 安排老三 要知道 雍正已经把总理王大臣的位置 给了老八 这就意味着 雍正已经不可能 给老三更高的位置了 而一旦给老三的职位不如老八 老三的面子往哪个 更容易引老三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 雍正不重用老三 却给予了老三 预前免贵的特权 显然是明智之举 既回馈了老三的两次示好投诚 又体现了他对老三的重视与尊重 而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所谓帝王之术 不是随心所欲 而是妥协与平衡的艺术